第十二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举办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突出智慧展示的主题 全方位立体化展示的兵器工业自主研发科技创新与先进的制造能力 装扎突击火力打击防空反导智能弹药等高科技武器装备 代表了中国陆军外贸武器装备的最高水平 而这只是兵器科技自主创新的冰山一角 当前世界新军事变革深入推进 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任务不断拓展 兵器工业作为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产业 始终坚持强军守则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加快推进转型升级 服务国家国防建设 服务国家经济发展 坦克被誉为陆战之王 在我国陆战装备的发展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 改变了我国兵器工业的落后局面 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99A主战坦克 我国目前最先进的主战坦克 实现了火力 机动力 防护力和信息力的有效组合 能够在运动中精准首发击中目标 作战能力上了新台阶 我们GTV坦克从我们国家定位来讲 应该说它是第一代的信息化坦克 它出去以后它不再是单打独斗了 它是联合作战 跟武装机直升机联合作战 跟自行火炮联合作战 跟防空武器系统联合作战 跟步兵战车联合作战 除了它的信息化特征非常明显之外 我认为网友们能感受到的 就是它的那个像开自动挡轿车一样 你就能开99A坦克 这是一个不小的一个进步 我们的传动从此实现了我们国家 履带车辆的自动换挡 方向盘转向 然后任何车速底下都可以紧急自动 也很自豪地告诉大家 我们发动机是完全自主研制 应该说是世界一流 2014年8月29日 上河组织在朱日河举办的 和平使命2014多国联合军事演习中 改型后的三代坦克99A首度亮相 引发了国内外媒体及军民们的极大关注 2015年9月3日在93大阅兵的第一方阵中 99A坦克震撼出场并接受检阅 2017年7月30日 朱日河现场再添薪资的 22辆99A主战坦克威武的驶过阅兵台 2017年8月16日 来自51个国家的军方高级将领和驻华武官 在内蒙古包头领略了异常震撼的视觉盛宴 一批我国自主研发的系列主战坦克和轮式装扎车 在金色的草原集结展演 爬纵波 射水池 蛇形机动 铁甲滚滚 显示出强大的突击力量 远程多管火箭炮被称为压制武器明星 已成为我军炮兵实施远程压制和远程打击的主战装备 可打击敌战役战术纵身内的各种集群目标和面目标 由兵器工业集团研制的远程火箭炮 具备了高精度大密度火力 以及中远程打击能力 曾入选2017年度国内十大明星武器 坦克克星 红剑反坦克导弹家族 人兵兴旺 开拓研制了不同射程 多样化制导体制 多种平台 多功能毁伤打击的产品族 从74年到84年 十年之间我们就赶上了美国 欧洲 红剑8从原材料 原器件完全是过产的 现在这个我们全有的威力可以说是当前咱不是第一要在前列吧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发展了 间接瞭准了 就看不见我也能打了 红剑10导弹是我军目前最新式的反装甲武器 信息化程度高 操作简便 能够对超市距离纵深的坦克 装甲车辆 兼顾攻势等高价值地面点目标 即低空低速飞行直升机 实施精准打击 林巧弹药工程是一部国防科技著作 有关军队权威部门对它的评价是 标志着常规弹药向智能化发展 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部 它的作者就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西安现代控制技术研究所总设计师杨绍青 研制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历史 我们这个产品 这个已经得到国际军方的认可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但美国科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 于1883年在其一份演讲稿中写道 因为只满足于火药能爆炸的事实 而没有寻根闷底 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 我们现在只是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 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 这段话醒目地铭刻在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西安近代化学研究所科技楼大厅的墙壁上 火炸药是武器装备实现打击的根本手段 而中国关于火炸药的研究 一段时间内比西方落后了很多年 尽快赶上是兵工人内心迫切的梦想 22岁投身于火炸药事业的王泽山 曾三次获得国家科技大奖 是201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一辈子只做好一件事情 是他曾对自己许下的承诺 王泽山围绕着火炸药一个把心 从率先攻克废弃火炸药再利用 发现低温感寒能材料 到发明高能量密度装填方法 提高发射装药输出功率 再到发明装药技术提高火炮射程 解决国际军械难题 在世界前沿的重大课题中不断突破 书写了我国火炸药实力 今生世界前列的传奇 兵器科技的进步 不仅推动了兵工事业的发展 也为服务国民经济创造效益 提供了更大的可能 1981年发生了一件 让很多兵工人刻骨铭心的事情 这一年中共中央审视度势 对军事工业提出保军转民新的指导方针 各级兵工企业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面向军品和民品两个领域 走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 开始了二次创业的立场 兵器工业与民用工业产业技术 生产泡沫塑料的主要原料 为了提高技术水平 打破发达国家垄断市场 1986年国家七五重点项目 TDI工程建设落户兵工企业 发展目标定位在了国内空白 世界领先的TDI产品生产线建设上 我们TDI生产线那个建设当中 包括后来的那个试车 我们都吃醉在现场 作为这一块心头肉 时时都牵挂着这个项目 有些电器失败当时买不着 来不了 那就从老厂拆 拆在哪过去用 当时就提出来 要的人有人 要失败有失败 要什么要什么 你们只要说 一切为了TDI 才把这条生产线建设起来 我们说实话是吃了很大的苦头 我们有些同志 我知道为了解决一个问题 几天几夜不睡觉呢 就在现场 一定要我们不太能够 从2万吨改造到5万吨 现在全不生产线达到10万吨 咱们已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如果说TDI是基础加工 那么万吨级重型设备 则被称为极端制造 大口径后臂无缝钢管 是60万千瓦以上超临界 及超超临界火力发电设备 必不可少的 长期以来 因国外技术封锁 我国只能高价进口 如果能自主研制 自主创新 每年仅替代进口 就可节省5亿美元 此时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勇于担当 挑起了3.6万吨黑色金属锤直挤压 大口径后臂无缝钢管项目 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制造万吨级重型设备 是一个国家制造能力的标志 涉及设计 制造 运输 安装等诸多技术难题 3.6万吨黑色金属锤直挤压机 由于项目巨大 系统庞杂 又是国内首台首套 可借鉴的经验少 这个挤压经营当时是实际上最大的 但因为我们把360上来了 应该说基本解决了我们国家 这个高压涡纹盘 就是粉末合金的挤压技术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本管是民用的 对我们国家我觉得 航空发动机的这种制造 就是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处境 2009年7月13日 气氛民众 所有人见证了这一难忘的时刻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 联合清华大学自主研制的 国内首套世界最大 3.6万吨黑色金属锤直挤压机 热调式一次成功 挤出我国第一根大口径后壁无缝钢管 这个挤压机最大质管管径可达1.2米 可以实现关键高温高强合金材料的挤压成型 技术水平达到世界领先 标志着我国高端大口径后壁无缝钢管 和关键合金材料核心制造技术 获得重大突破 也是我国极端装备制造业 迈出的坚实一步 在改革开放之初 为了打破军贸禁区 我国开始实施军品的国际贸易 成为了中国兵器工业在改革开放中 厚积勃发的一个亮点 1980年2月 兵器工业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率先开始向国际军火市场进军 这不仅在中国兵工史上 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而且是中国对外开放工作的重大突破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兵器工业大力发展民品业务 开辟了民品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 终多业务板块 在非洲 中东和亚太地区 致力于服务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兵工人承揽承担了地铁 电气化铁路 电站 公路 桥梁等领域 多个工程项目 打造了轨道交通 水电工程等知名品牌 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提高 也带动了国内武器装备的高速发展 为动态宝军提供了良性保证 有一只树在真诚人的心中发芽生根 在缅甸铁矿项目中 兵工人与当地政府和社区 携手共建绿水青山 共促经济发展 为亚洲最大施法冶炼铁铁矿 莱比塘工程的顺利实施 营造了良好环境 营造了良好环境 兵工人高度重视自身发展 与项目所在国的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统一 跨文化融合 树立了我国负责任国有企业的良好形象 这个庞然大物是由兵器工业集团自主研发的电动轮矿车 高7.6米宽9.7米长15.3米 载重可达330吨 各项技术和性能处于国内领先和世界先进水平 我的印象当中可能一共完成了147项这种的就是固件的或者系统的这种技术改进 所以说也是经过一个千锤百炼出来的产品 现在我们的电动玩系列产品主要是在像俄罗斯 蒙古缅甸 包括现在的这个纳米比亚 后续呢 可能我们还会像刚果了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出口铁路车轴及城市轨道交通用车轴 代表着我国该领域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近期车轴股份有限公司经过多年的技术改造 产品先后出口到北美 南美 欧盟 东亚 东南亚 南亚 澳大利亚等地区和国家 在武汉重型机床集团 重型超重型机床及各种专用机械设备 既满足了国家重大项目的加工需求 服务于我国能源 交通 冶金 机械 铁路 航空 航天等行业 又向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 为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水平 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7年6月7日 一条新闻格外引人注目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宣布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一期通过验收 专家组评审认为 我国以基本建成自主可控的北斗地基增强系统 初步形成基于北斗的一体化高精度应用服务体系 就在2014年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作为总体单位 承担我国国家北斗地基增强系统建设任务 完整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是由卫星组网和地面的地基增强系统组成 北斗地基增强系统是我国自主研制的导航定位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5年8月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联合组建千寻位置网络有限公司 建设打造的高精度位置云服务平台及北斗辅助快速定位 服务用户量目前已突破5亿规模 覆盖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利用天上加地上的优势 我们能够用更高的精度去跟GPS进行差异化竞争 北斗卫星导航是中国人深感骄傲和自豪的新兴信息产业的代表作 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 北斗导航有它和谐的作用 谁拥有这个自主的定位能力以后 首先对这个国家是一个重大的发展突破 当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加速了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步伐 信息化 网络化 智能化成为发展方向和趋势 兵器工业积极强占军事技术制高点 加速信息化建设进程 大力发展网络信息体系 光电侦察与对抗 无人系统 新材料 新器件 新能源等战略前沿技术 成为推动我军装备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生命军 兵器地面无人平台研发中心 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所属的地面无人平台领域专业研究和无人产品开发机构 依托中国北方车辆研究所 在特种车辆领域研发 试验 测试资源 共同推动地面无人系统装备发展 服务于智慧城市的智能化生活 中心在地面无人平台技术领域拥有雄厚的实力 参与了国家探月工程月球车项目的研究 研制了玉兔号月面巡视探测器行动系统 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 信息化战争形态深刻演变的时代潮流 兵器工业紧贴实战需要 着力推动陆军装备跨带发展 实现了从传统兵器向高科技兵器的跨越 研制了一系列主战装备的性能战技指标 接近或达到国际遗留水平 红外 激光 微光等一批核心器件率先打破国外垄断 智能弹药 战斗部 火工品等一批关键装备系统跨越升级 在赛人航天 探月工程 四代战机 国产航母等 国家重大工程 重大装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泛是国家制定的实践应务 我们当中的神圣的应务来完成 接着完成 我们来也就是为了建设这个国防工业 我们来的14个同学吧 到这来60多年 中间没有一个动摇过 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爱国的感情就体现在我们对工作的认真创新 执着这个一根筋的精神 多少岁月已泛黄 多少记忆永难忘 走过苦难 踏平风浪 担心无悔 回忆长成长 难忘 难忘 追梦 追梦的时光 难忘 追梦的时光 难忘 你我 奋斗的热望 难忘 恢处攻 虽然 almost 100渊 作为我军机械化 信息化 智能化装备发展的骨干 全军毁伤打击的核心支撑 现代化新型陆军体系作战能力 科研制造的主体 兵器工业集团全面贯彻落实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以履行好强军守则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工作主线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做出应有的更大贡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